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积极对阵cpg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皮皮虾是被搬掉了女巫 被搬掉了 那个邦邦拿出了一首女巫 地图是胡锦春 这边屠夫是搬掉了先知和佣兵 这套阵容在这张地图打 打女巫 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累的 你打个确实 这套阵容拿出来打红夫人 我觉得还不错 但你打一个女巫的话 蛮吃开局 然后一旦是这种局 这种阵容就是一旦让女巫拿到了优势 你连翻都没太大机会翻 因为这套阵容你说刚正面 跟女巫刚正面是刚不过的 你只能是绕着打 绕着打得让机械师躲得非常的好 又没有先知开局点位上面 直接上来就找到你机械师了 娃娃这边是已经放下 那机械师赶紧跑吧 拉走 十万八千里 万里奔袭 万里奔袭 这只能是万里奔袭了 脸也不是特别好 上来让他抓到了一个 最香的人 直接记神 这边操作 先摸到电击再说 把皮皮下说上一把 我在千辛万苦 跋山涉水 找了半天想找找了一个佣兵 这边翻进去 这边进去看 有一个信徒一刀抽刀板子下掉 这波操作还不错 能够拉一波距离 而且两个信徒全部停下来 这边有个洞 这边有个洞 这个洞很舒服 这个洞是祭司留下的 也不知道祭司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洞 但是让机械师用到了以后呢 本来这个位置是要吃一刀的 由于有这个洞 让他成功的躲过了一刀 那这一刀的时间差不多就是20秒 但机械师这边有个问题 他溜着溜着带回去 他得上船 如果说你这边万一一刀 然后第二只狗咬住 有可能就是带到娃娃旁边 他要倒你也得往其他地方倒 你这不能倒在自己的儿子旁边 这个位置应该是跟过去一刀倒地 那这边补上技生 我们看一下他这边怎么 女巫这边怎么说 这边的话有可能是可以去管娃娃的 拉回来带了半天 带到了自己的娃脸上 这你感谢 这娃说妈你你来干嘛 你不是走远了吗 他说儿子我想你了 呵呵呵呵 一个当妈的心啊 我想你了 哎呦摘一块板子 这好尴尬呀 这个娃娃反正只要帮他修机就行啊 不过这刀没把这娃娃打了也还行吧 至少这娃娃待会可能还有用 前锋这边拉球过来 一刀直接吃一刀直接救人 这波球 打一刀 然后再带走这边得补技生 技生他这里想补给前锋不补给机械师 这个信徒不补给机械师打的有点太拼了吧 因为机械师带走了以后 你得原生跟过去 而这里还行还行 前锋把这个娃娃给打了 那么能够报个点 机械师倒的一个位置 他这里应该是想过的 就是我如果呢 那这边万一机械师操作 你打不了这个娃娃机械师位置没找到怎么办呢 有点太拼了 有点太拼了 不过拼拼到了 这样说话呢 一来给前锋机身上了 二来机械师这边挂上以后 我刚好机械CD又好 我可以再补一个机身 这一手就是拼到了 会不会切个闪 我们看一下这里会不会切个闪 补一手机身 然后再来控场局势上面 慢慢的女巫压制住了 得让守木人来就一波前锋这里的电机被看住 场面上还差两台机 而这两台机当中 由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海边是一个三连 女巫其实是可以背靠这三连来慢慢做文章的 他只要能锁住这边的三连 节奏上面就可以完全的空下来 但是这一波前锋的信徒被消掉 祭司有可能还会把前锋摸满 果然现在在摸机械师倒地以后 如果现在补不上信徒的话 场面上将是一个没有信徒 然后三人在场的局 机械师这边还穿了一波洞 这波穿洞问题不是特别大 原因就在于他的一个那个 寄生信徒是会自动跟随过去的 你们差不多倒的时候那边也到了 到了以后牵起来挂上 女巫现在当季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点 在于他需要去补一个信徒 然后把那边的三连管住 但我们可以看到女巫这边丝毫是 没有那种着急的意思 这个如果说不着急三连被破掉 女巫想要赢就比较难了 而且求人者这边好像是修了两台 我们可以看一下 祭司修一台前锋好像也在修一台 那这个局不是很好打了 要看开门战了电机能亮掉 这边是先狗咬住 然后补那个原生信徒跟过来一刀 他要是早一点偏向于控场 因为那个机械师反正要走不了 你当时就是先把机身补了 然后再用机械师的那个信徒去牵 把人给挂了 压电机的一个进度 可能压的更多一点 打一刀 然后祭司往哪走 守木人电机已经修掉了 这里来管前锋的电机 祭司带往远拉 前锋的电机还差一丝 已经压好 已经压好 会不会直接亮 会不会直接点亮 直接点亮以后 这边一个弹板加速 女巫这边直接补祭生 这手祭生补上还可以 这手祭生补上还可以 这手祭生补上的话 两边的门可能都会有干扰 祭司这里只能是在大船上面 担心信徒 然后那边守木开门 守木门一旦开了 祭司大概率还是能走 这边想抢一个窗 前锋拉球 到下一个交互点 前锋的球还是非常的多 距离拉的非常的远 祭司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地窖是在大船 祭司这个位置好像 自动跟随也管不住 那这把前锋有可能跑地窖 我感觉要三出 这把大概率三出了 没了 女巫还是在开门战的时候 有一点点想要争取多杀 这边求生者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翻身仗 真的非常的完美